不是贾秀全,不是陈婉婷 中国女足主帅人选曝光 王霜孙文说实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女足世界杯的惨败呢 加上亚运会的女足惨败 水清霞难辞其咎 根据最新消息 在20号的下午4点 足协方面呢已经正式的官宣解除了和水清霞的合同 对于水清霞的付出呢 给出了肯定 只是女足发展需要更好 更先进的指教方法 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呢重新崛起 所以水清霞显然是不再适合指教女足了 水清霞下课后 不少球迷都在猜测接任的会是谁呢 首先在水清霞指教出问题后 不少球迷认为还不如贾秀全 甚至还有球迷认为兜兜转转 还是回到了贾秀全的原点 所以贾秀全上位也很有可能 不过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贾秀全年龄偏大 而且已经致力于清训的推广发展 所以带队女足应该是不可能 而另一位呢 就是球迷呼声最大的人选陈婉婷 陈婉婷年轻有冲劲 陈婉婷还是国际足球专家库的专家 所以呢 用年轻的方法去带领女足前进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女足教练呢 必须专制化 陈婉婷如果要上任 那么女足主教练 就必须要放弃俱乐部的主教练职务 这样的话 陈婉婷就要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 不过根据最新资料显示 足协并不会考虑贾秀全 或者是陈婉婷 足协有意寻找杨帅去接任女足 而曾文和王霜呢 也曾说过实话 现在的女足确实打法落后 如果不改进 不学习 中国女足只靠和其他球队交手 去掌握不了根本 拿不到好成绩的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平台去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